我们谈谈上个星期五的市场也跌 还有跌的股份的比例也比较多 但是也有股份升的 就是说香港宽贫1310 其实逆市升了7% 你觉得现水平是否一个吸引的选择呢 还有你再宏观点看 就是建不建议投资者现在可能有些股份 科网股举个例子 赚少了的或者甚至是在亏钱的 应不应该换马去一些收息股呢 其实我刚才之前都说了 其实整个市场的气氛 资金开始追转到一些比较防守性强的股份 其实香港的电讯股是其中一环 他们本身的业务来说相当稳定 整个市场已经相当饱和正熟了 基本上你不会期望 业绩其实去年已经算是差 因为商业顾问方面是差 今年一定会好转 所以业务上的前景是比较稳定 还有本地的电讯股 另一个特点就是收息是不错的 因为普遍的股息率来说 其实都比较吸引一些 比如你刚刚说的香港宏贫 其实现在股息率都放在你楼上 另一个更大的主导的香港电讯 其实现在正在做六厘多的收息率 而且你看到其实除了香港宏贫 上星期滚了 其实香港电讯近期的股价 你看到是很慢慢的 慢慢的升上去的 就是相当稳定的股份 所以其实这一类型股份 近期市况不明朗 真的不排除很多资金 转投一些业务稳定 而且是有一个息率吸引的股份 其实除了电讯股 我们称为公用股 比如说其他一些香港的电力公司 尤其是中电、香港电灯 其实这类型股份 其实它的股价近期表现相对是平稳的 平稳可能已经赢了很多大 但很多其他投资对死 因为其他股份狂跌的话 就算不跌可能已经赢了 而这些股息通常都有三厘至四厘留上 所以相对来说是吸引一点 而且刚刚提到的 近期美国的国债资息率 是去到一些新低位 即是低位 去到年初的水平 其实我们简单理解 如果当一个基金投资者 他买国债赚一厘二厘 但我买一些股息率有四厘 甚至乎六厘八厘的股份来说 其实息差相对吸引 或者是越来越吸引 都会令到资金重新看回收息股 因为美国的国债资息是相对低的 而且很简单 他可以借钱来再买股份 赚息差 所以近期这些本地收息股来说 应该值得留意一下 还有要留意一下 香港宽民的热职期 其实他的派息比较久 因为刚刚的热职期 大概是2月底 其实他下一次随正 说应该是出年初的 所以如果你想买收息股份 近一点 不如留下看看电力股 香港电力 香港电力 香港电灯 或者香港电讯 可能收息期也会近一点 可以留意这些股份 一万一 整理 2 3 3 7 4 4 5 4 6 6 7 6 6 6 7